11月27号深圳第一家万达广场 保安福城万达正式亮相 这就意味着万达商业正式进到了深圳市场 那你知道为什么万达来深圳这么晚吗 万达集团作为曾经的商业巨头 最高年收额达到1400多亿 从2016年开始 每年保持着50座万达广场的开业度部 截至今年10月 万达商馆集团在全国已经开业了336座万达广场 全国31个省市区和全部省会城市的覆盖 可唯独没有深圳 难道以万达的财富和实力 真的没有钱在深圳多开几座万达广场吗 其实最早在2012年 万达就曾与前海管理局达成合作 希望在前海建一个电商和金融总部 成为前海首批37家签约企业之一 面对一片荒芜的前海区域 当时的万达仅出价6000元每瓶 与前海管理局期望的2.8万每瓶相差甚远 最后合作不了了之 万达就此错过了进军深圳的最好机会 所以低价拿地盖房的万达模式 在深圳这座人多地少的城市根本行不通 不知道看到如今高楼林立的深圳前海 王老板的心会不会有点隐隐作痛呢 随后万达商业开始向亲资产模式转型 通过入股项目并购或招拍拿地的形式 由合作方出土地资金来建设万达广场 这也成为万达布局深圳的新方向 解决好土地和项目资源的问题之后呢 万达集团2019年正式实施进军深圳商业领域的计划 不到半年的时间 从光明保安到龙岗 万达已经在深圳布局了三个万达广场 保安万达从去年的8月1号签约 到今年的11月27号正式开业 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可是万达广场进入深圳 却经历了八年多的等待 但是和深圳本土商业地产豪强相比 万象城 海岸城 卓越中心等等 随便一个商业中心都让万达不寒而定 你觉得未来的深圳还有万达的市场吗